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有一种神奇本领 对着副批牌不用10分钟 就可以熟读整副牌的次序 记得一清二楚 红心七 阶砖三 红心九 然后葵线五 梅花五 阶砖直 类似的本领不单止他拥有 连他都有 他们都是记忆力錦标赛的冠军级人马 我们给他三副批牌去看 他用了10分半钟 就熟读了他们的次序 然后再用另外三副牌 一模一样 一只都没错地全部排出来 通常一般人都不会拿一副批牌去记忆 而且要记忆时都会觉得很难 但是变成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示范 就是因为人家记不到的时候 但是我可以做到 但有这样的本领 实际用途又有多大 其实一般那些我们叫记忆法和记忆术 其实它最能够帮助到我们 就是记忆一些本身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组织的东西 但是我们说如果你学习那方面 那些东西本身就有意思和有组织 所以其实那些方法的帮助还不大 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去记忆 只不过去特点点它的分野 但是你说如果有逻辑的东西 大家都去记忆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记快了或者记多了 那答案是肯定会记多了和记快了 欢迎收看时时追击 在资讯爆炸的年代 我们似乎越来越多东西要记了 坊间的记忆法课程也越开越多 课程一般都标榜学了记忆法 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记得很大量的资料 无论是人名、年份、啤牌的次序 统统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 究竟记忆法对学习有多重要呢 而它的实际用途又有多大呢 近几年坊间开的记忆法课程越来越多 一个课程限定都要几千元 大人、小孩都成为对象 但是这些课程有多实用就见仁见智 这一间记忆课程的中心 赤柱,你的影像可以变成怎样 其实我未去过赤柱 不知道赤柱是怎样的 那不要紧的,就这样看赤柱 你会幻想到什么的影像 好像一个站 一个站 它说赤柱 有没有看到,可否幻想成一条柱 可以吗 一条柱,那本身赤柱有没有听过 是什么颜色的,知道吗 赤柱 赤柱通常是红色的 比较红色,或者是很热 好,来想起这条柱很热 记住,要夸张一点 这位小朋友似乎还未能掌握 记忆学的方法 好了 但是在这里做导师的李鑑峰就说 学记忆法改变了他的命运 考之前,我考那次会考是九分 当时我会考的成绩是没人会计算到 或者没人相信我可以入大学 但是最后我拿的A等级成绩 是足以入大学 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系 李鑑峰即将升读大学二年级 他读的是宗教哲学系 他拿过国际性的记忆力 锦标赛冠军 他说几年前学了记忆法 令到他对学习有兴趣 但是究竟改变了他的记忆法 是什么一回事 他就说很难三言两语解释得清楚 他举例记啤牌 很多时候都要靠一些想象力 构思一个故事 才可以记得清楚 例如简单到好像一只葵线烟 经过李鑑峰的想象 都会成为另外一件物件 那只牌子 你就这样看可能是葵线烟 但是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一只拖鞋 又或者是一个楼莲 都不定 很视乎我们自己的幻想力 会将它幻想成什么 要扩充记忆法的市场 一些记忆课程中心 也会在学校举行广座 推介学习记忆法的好处 去到第三堂的时间 我见同学已经可以在 十五分钟之内的五十多六十样东西 三个字之间 而是顺序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又有即场示范的英文生字 在场的学生会写下 自己认为最难的生字 示范员就会即场熟读 学生可以自行挑战示范员的记性 大家跟我积极点 来 十七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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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双声 好 继续 不过 对于正是读中一 经常明列前茅的潘晓程来说 这一天他听完记忆学总会的简介 他对学习记忆法的兴趣就不是那么大 我只需要一个静的环境去看一本书 其实也能记得 那你觉得用记忆学 融入在你一学习之中 可不容易这样做呢 其实我自己就偏向理解那方面多些 如果用想象力 我反而不太记得 按照世界标准 一般成年人一次过可以记得五至九个数字 潘晓程的记忆力又怎样呢 我接下来会读21个数字 我读完之后 你试一下记不记得有头 你看记得多少个数字 那我现在读了 0548316 2179245 3816407 到你了 0548316 227 1、2、1、7、4、5、9 应该是记得10个 这个小测试显示 潘晓程对数字的记忆力 似乎比一般人好一些 他说他读书的秘诀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他们其实他明白了老师说些什么 还有这件事如何运作 其实都已经是可以记得到 学了记忆法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记忆学总会的总干事林建东说 他自己读书的时候 英文或书从来没试过合格 学了记忆法也都改变了他 这一天我们就给了30个英文生字连解释 让他示范一下用记忆法寄生字的技巧 用了二十多分钟 结果又是怎样呢 我们尝试抽样地问 问了十个八个 大部分都记得 但是就算错了fluctuate 意思就是波动这个字 对于今次失手 他有这样的解释 其实我其实很难睡 所以我都说精神比较重要 还有就是有一样想提一提的 就是记忆学 譬如我学了记忆学的方法 你又是你没有学 大家去记一些字的时候 譬如大家去记三个英文字 就算了 我不敢说我会记得比你快 记十个八个 我都不敢说我会记得比你快 可以吗 但是同时就是说 如果我记得再大量些的资料 譬如我记得一百个 或者二百个的英文字 甚至更多的时候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我一定比你快 一些记忆法 很多时候强调可以将资讯 一字不漏 完整整地覆述 研究记忆和学习关系的学者 就认为这类影印式的记忆法 对于学习并不是那么重要 你普通人都知道 就是教学生的 不是这样 我们要求学生 我讲一些东西给他之后 他能够消化了 用自己的说话说出来 所以我们反而不喜欢 那些学生 是将先生说的东西给他 一模一样 好像影印那样 影印出来 我们是想他消化了之后 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言语是表达出来的 他认为 即使一个学生 用记忆法 念熟了整本英文字典 也不代表 学生的英文有很大的改善 你学一些字之后 你学了一个字的意思 你还要懂得 就是写作的时候 用那个字 这个就是你牵涉到那个混用 那些不是说 只是你读一本字典就懂 不过 推崇记忆法的人 就始终强调 他们并不是不求甚解地去记 其实很涉乎一个人的 譬如你自己本身记忆很厉害 我根本不需要再在记忆方面 有什么进步 我只要理解我就搞定了 那记忆学对他们来说 就没用了 但是在理解的大前提之前 都要很多东西记 譬如你很简单 你要记个化学元素表 对吧 你的科学里面 也有很多方法要记 就是理学里面 而且里面有一些概念 还有理论 理论其实也要记 就算你理解了 你又是否真的记得住 是 真的 你又是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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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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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顺序揭回来很简单 五个牌都未必难到你 但去到八个就要集中注意力了 反牌了 你还记不记得它们的位置 可不可以顺序数回来呢 有团体用这个游戏 测试了二百多个长者 就有些发现 千万整个人 和一些正常的男人家 分别很大 例如像他们寄麻将的能力 正常的男人家 他们寄到六个或是以上 但对于千万整的长者 他们只能寄到三个或是四个 除了寄麻将之外 还有打蟑螂游戏 一定不要让蟑螂吃到一碟腸粉 推出这个网上游戏的 《奇康老人福利会》 都是希望透过一些 长者熟悉的题材 鼓励他们多用脑 不要等自己的记忆力 虽然看得那么快 七只 我想要做一些科学的验证 去证实一下这些游戏 其实是否真的能够 在数据上 能够令到他们的机声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大陆功能有帮助 但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问浪人家 他们经常来玩的 他们就会说 好像觉得 例如平时出街买东西 去街市买菜 抓足 计数 他们会快一些 其实我想是一个 除了是否真的实际 能够帮他们之外 他们对于自己的脑筋 或者是脑的能力 其实他的自信心都会大了 这个网上大脑健身室 推出一年多 网站的点击次数 已经去到380万次 而来中心参加这个 见老班的长者 不少都是希望及早做些事 以防大脑衰退 我记性都很好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开始 年多长了 就开始有些问题 就是我拿了些东西 放在哪里 所以我就很想 学这个网上网来去看东西 再学多些东西 我没有想过你的问题 但是我看到这些 是我有了七年都有 我真的整个餐厅都很重要 现在看看哪里跟哪里 在厕所挤上去 但有时我觉得 自己的心里很厉害 但我这样会比我 我们给方先生和王女士 一个小小的测试 看看他们的数字 纪力有多强 我现在有100块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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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七个 结果他们两位都记得七个数目字 达到世界的记忆力标准 即是一次过记得五至九个数目字 成绩算不错 据估计香港目前有七万二千人 患有老人痴呆症 患者多数是六十五岁以上 年纪越大,患病的机会越大 短期记性差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 很多老人家常常去放下银包、眼镜 放下了一边,忘记了,常常去找 有时你经常忘记关火 出了街又忘记自己有没有锁门 研究老人痴呆症的莫仲堂教授说 有研究显示,教育水平越高的长者 患上痴呆症的机会相对低 血压高、糖尿病、高胆固醇都会增加风险 饮食习惯和痴呆症也有关系 有研究说,如果你缺乏吃鱼 不均衡饮食,偏吃错又不吃少少肉 吸收不到B12 这些又会加增有痴瘤症的症状 他说在病人的脑素描上面 可以清楚看到负责记忆的脑涅叶明显萎缩 比如这个黑色是脑涅 白色其实是空间 如果白色越多 就是说它的萎缩情况就越严重 比起一个正常的 没有老人痴呆症的病人 那个白色的空间其实很少 88岁的陈生四年前发觉 比她年轻四年的太太 记忆力好像有点衰退 陈生于是开始带太太去看医生 它是重复的 重复 好像早上洗臉 它可以洗半个小时过外 洗半个小时? 它洗完,又滴两滴水到地上 它又要先抹掉 上来忘记,又再拆过 又再拆过 它又翻覆,又翻覆 又翻覆,翻覆地去做 陈生又发觉 太太近几年 不是很喜欢用脑 有点缝 她常常问你 常常问你 她有一样依赖性 她看着个小时 现在几天 看着个日子 今天几天几天 即是不是很想用脑 经诊断 医生说陈太太患有中度老人痴呆症 过去四年间 陈太太要定期接受测试 看看病情有没有变化 例如每一次都要看她寄词语的表现 信件 三、六、三 六、三 记词语是陈太太较差的一环 连续三次的测试 十个词语 最少有一半说不出来 一份一份在床上 平均加起来 做一个平均数 她大概寄到四个左右 其实在有肢呆症的病人来说 她又不算很差 所以我们也觉得 她是一个中度的程度 有支圆笔手 在镜头下要寄指令 陈太太也有点困难 把手标放在圆笔的另一边 然后反转一张卡 中文, 你说这么多次就不得了 要画一些立体套形 也效起陈太太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好, 不要緊 做得很好 日子最模糊 现在是多少月份呢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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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今年是很厉害的 多少年 98 99 98 98 99 这个病最明显的病征 就是它近的东西 它是越来越不记得的 像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一些比较新的资讯 或者Information 我们叫做 所以它就是 听了之后 可能它今早听了之后 现在 就是晚一点 或者就已经不记得了 回到奇康老人福利活这里 除了有大老健身室 还有一间模仪便利店 帮长者适应 越来越复杂的社区生活 有个老人家 例如买罐花生酱 他拿到来 他没看过是否过期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为贴了所有橙色的标贴 其实那样东西 就是已经过期了 我们特意放在这里 就像他们那样 商店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买东西 每样东西都有个价值 但现在又没有了 而且现在买东西 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例如过期日子 多些社交生活 投入社区也是预防老人痴癌症的方法之一 黄志杰说 都市人应该及早 关心自己脑部的健康 否则后悔莫及 我们觉得现代的人 对身体的健康很注重 去做健身 去跑步 去游泳 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但他似乎对于自己的大脑健康 好像会比较负粮 例如不够睡 然后就没有 或者真的是做一些活动 是对大脑是有些帮助的 或者经常都有看电视 其实看电视 也证实了 就是如果他每天都看电视 其实对大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或者患有千万争加机会 都会高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